潘大的死 我們懷疑跟你有關 你跟他有很多過節 有時候 害你的人 很可能就是你最好的兄弟 其實你老大潘大就這麼死了 很多人都有嫌疑 你也是其中一個 他一直都看你很不爽 是不是趁機殺了他 潘大的仇家呢 多得連整個尤監望都不夠占 有誰想動他 我想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你知不知道岳飛怎麼死的 被人拿小報告打死的 我行的正站的職 有什麼好怕的 但是潘大死了 你說誰睡著了都會笑醒 既然潘大已經死了 只要你肯跟我合作 那我們公司 就會何其身材 既然神業都開口了 我照辦就是了 但是還有件事 我還沒想通 萬兵 為什麼這麼支持鬼天 神業做這麼多事 也是想保住自己的錢 繼續做作管 最重要的是 你坐上潘大的位子 他們不反對 到了下一屆 這個位子就是我的 你一定有機會 你們這些警察 就會說我們總是告示 短片我可以交給你 不過 你們別事物大小 一直盯著我們不放 怎麼樣 那便好看 你白了 你不給的話 我就把短片叫給警察 你別亂來 你也得給我點時間啊 Craigs說他女朋友 Lisa跟我有關聯 但他最後有說 把害了 但是我想呢 這個女人 你一定認識 你看會不會是這個女生 嘉嘉 Lisa就是嘉嘉 你也給嘉嘉 來吧 到现场也不意外 心中有个巨人 趁我呼吸还在 他对我说 我不会离开 我一直都在 哪里有孤独一致 哪里战斗派上岛海 我就算倒下 我热血还在 把伤口都亮出来 一传的力量说来就来 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犯下的错 从从之后才明白 为什么执着 心中有个巨人 趁我呼吸还在 他对我说 佳豪已经去自首了 是我害了他 但是他自己也有错 做错了事 就要负责任 没错 他是要负责任 佳佳 有很多事我不明白 你先别问 让我冷静一下 佳佳 现在还有很多事没解决 我想问你 是不是你找人把钱 存到嘉胜账户里的 对 是我做的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 会害了嘉胜 他不止不能做警察 还有可能坐牢的 我当然知道 我既然做了就不会否认 我只是想让他也尝一尝 被人背叛的思维 明白 你是怪我害了蒂蒂 还一直在骗你 你那个时候 怎么认识佳豪的 当我知道嘉胜是个警察卧底 又背叛了我哥的时候 我很生气 所以每天晚上就去喝酒 放纵自己 还有美女 能不能请我喝一杯 喂 你身心病啊 你有病吗 乱摸什么 我哪有摸你啊 我喝酒而已啊 你是不是喝醉了 你以为你很漂亮 你认识谁啊 请尝 请尝 我刚才看到你菲莉 这位小姐 如果不想把事情搞大 请你道歉 抱歉 抱歉 抱歉没您 抱歉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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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一杯水 给 谢谢 小姐喝口水 小姐 小姐没事吧 谢谢 小姐 你看 你看 怎麼這麼多錢啊 別管了 這麼多錢 不只能填上股票的債 還能剩下幾百萬 麗莎 如果你想要什麼 我都能給你買啊 後來 又從他嘴裡聽說 江湖上的人在懷疑是佳生拿了那筆錢 警方也在調查你們PTU 所以我就在想 這是不是我報復你的一個好機會 我勸家好留下一部分錢 我找人 存進了你的賬戶裡 你既然存錢到我賬戶 為什麼還要跑去找萬民自首 你害完我又幫我什麼意思 也許 家家想陷害你 只不過是一時的衝動 但是當你知道 連江湖上也在追殺他 你就知道我兒大了 你很後悔 你不想家生有事 於是你就去跟萬賓自首 希望幫家生解圍 因為在你心裡 你還很愛他 無論怎樣 是我之前騙你 對不起你再見 家好要承擔責任 我也一樣 一人做事一人當 是我害了你 你抓我吧 你知道我是警察 我不能當沒事發生 怎麼你覺得 有事發生過嗎 這話怎麼說 萬賓在警局裡 一直都沒有提過 家家向他自首的事 如果家家真的跟他自首 而萬賓沒有落案的話 就有另一種說法了 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件事 有可能 萬賓就是幕後回首 你被關起來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問你什麼 他們只是一直問我 天天把貨藏在了腦 怎麼樣 綁了這麼多天 挺辛苦的吧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趕緊放了我 放了你可以啊 不過你先告訴我 你哥給過你什麼東西沒有 我不知道 不用這麼吵急告訴我 好好想想 你哥有沒有什麼東西 讓你幫他藏起來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 有本事你就殺了我 你以為我不敢殺你啊 留著你是因為你還有用的 不過現在你不說 沒關係 吃點東西吧 要啥? 你喝點東西嗎 你喝點東西嗎 這兩群人都沒有空氣 沒有你喝點東西嗎 你喝點東西嗎 這真的今天都沒有除了 心好的 你喝點東西嗎 你喝點東西嗎 谁知道 他就带我去纹身了 我比你晚一天闻的 就是T.T生日那天 据图案也是他帮我学的 你们不会觉得是巧合吧 我想应该是T.T.想把什么秘密 藏在你们俩的纹身里 还有 万斌他做这么多事 我想他也是想知道 T.T手里那批货到底在哪里 上次抓我的女人 也是想找在那里 到底是什么货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是什么 我实在是看不出这个纹身有什么门道 而且当时我检查过 它纹身里面没有藏东西 这个纹身肯定有线索 既然他身上有线索 你干嘛还把他放送我 有了这个纹身 人就没有用了 况且已经开始有人怀疑我 一定要尽快放着他 现在最重要是拆解这个纹身 然后找他T.T的货 我就能做我想做的事 这儿 这儿的海景真美 但我还是更喜欢南亚岛的 这不能比啊 一个是市区 一个是离岛 就算是同一个地点 不同的心情感受也不一样 对啊 就像我当初 一直以为你是小混混 没想到你居然是个警察 对不起 嘉胜 我之前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还差点连累了你 我真的很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算了 之前我为了完成任务 的确是骗了你们兄妹两个 所以你才会觉得被出卖 现在大家都知道对方的立场 那就OK了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对我 有没有过哪怕一点点的珍惜 抱歉啊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我可能就被那帮人给抓走了 别这么客气 你是我老大的妹妹 拼了老命也要救你啊 我觉得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说不上来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不像小混混 那我岂不是很失败 还好你哥不是这么想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着我哥 有没有其他目的 反正你不觉得真贵 反正你不觉得真贵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比如 有没有因为我的一点关系 被你失破了 真的 如何能忘掉 不止一点点 很多 满意了吗 大小姐 没关系 谢谢你 你瘦了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对不起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 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我之前一直没有出现 其实我是故意躲着你 别傻了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也没有连接你 都怪自己贪心你 有些事情不能强求 是你的就是你的 我明白什么叫自作自受 如果说报应的话 最应该得到报应的人 其实是我 是我主动接近你 为了报复高家生 是我利用了你 你跟家生早就认识了 我们很早就在一起过 我是蒂蒂的妹妹 我知道为什么会输给她 如果我们能早点认识 所有事情就会不一样 可以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 不容易 我祝福你 谢谢你 以前我一直觉得家生 就是一个小婚活而已 一定做不成一个好警察 但原来是我自己做不成 我最后悔的是 我一心想做一个好警察 到头来 连制服都穿了 我 却还是被我自己拖下来了 好啊 对了 家里呢 还没到 她这种女生一定会迟到的 放心 我让她叫上Madam一起过来 来 家里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啊 来的吗 慧玲又不是一定要来啊 我明明叫你叫上她的 她在哪儿啊 她在生某个人的气 不想见她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会有时间在这儿啊 你不是跟你的前女友和好了吗 怎么会有时间来这儿啊 你怎么会有时间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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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我说什么 总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话 你知不知道 还玩不玩 好啊 老婆 你怎么样 哪里受伤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有人来给我做饭哪 我被你吓死了 谁这么好心来给你做饭啊 老婆 可以开始蒸鱼了 嘉生 小婧 你怎么在这儿 我好久没来看老婆了 我来看看她 不过 我好像不太会做饭 来 先坐下啊 怎么样 眼睛有没有好一些 眼睛啊 好一点儿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不过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最重要就是看到你跟佳佳两个 说起来 就像昨天的事一样 你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 你就是从外面的这堵墙啊 爬到楼上去 找佳佳呀 是啊 你还当我是贼 拿扫帚打我 我车车掉下楼啊 你说那时候她多调皮啊 真是该打 龙婆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就别提了 对了 鱼做得怎么样了 做成这样了 奔手奔脚 你看 弄成这样 行了行了 等我把菜做好了 就能吃饭了 好 好好好 来了 先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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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您好 我是佳佳 佳佳是什么呀 我 我以前的朋友 她刚从国外回来 只有一个女生 住在外面不方便嘛 家里有地方 只有住咱们这里 一直很久吗 挺久了 有没有关系 别问那么多了 那种关系 有没有匿主关系 别问了一会儿告诉你 谢谢伯母 行了行了 进去啊 收拾一下东西 砍走了苹果 本来咋在里面 妈 你教我做人要讲义气的 你教的 是啊 那么她现在需要帮忙 我们到哪儿帮了 没错吧 没错 我没反对她住在这里 我多做一个人的饭 走那个苹果来 那个香蕉 个子高高的不错啊 谢谢你请我喝茶 小妹妹 那是勺子 快放下 如果你买一套的话呢 我们会有三百块的银子 我两个以前呢 就在哪儿啊 我俩没住在一起 各住各的 你们没同居 那就是不太熟 这个臭小子 把家里当成酒店一样 让那么多人 净净净净 我不是说你啊 不过你也挺麻烦的 我家里有那么多枕头 你干嘛非要再买一个 阿姨 我对枕头是最有要求的 那最好啊 我经常跟家生说 选老婆呢 像选枕头一样 合适才舒服 那睡得才香 选对了呢 就没话说 要是选错了呢 就糟糕了 就会心神不宁 我知道了 这个不是跟你说的 那如何做个好枕头呢 是跟你说的 别以为很漂亮地摆在床头 就了不起 一个男人很挑剔枕头的 所以呢 不能太软 会烙枕 也不能太硬 太夜会睡得全身酸痛 你要做什么 记忆枕 记忆 当然 记忆枕专为个人打造 它不高也不低 它不软也不硬 是不是很有道理呀 那家生他喜欢什么枕头 家生 他不睡枕头的 枕头呢 在那边自己选啊 看你们不是太熟 我选个锅给你摔 那边啊 波娜娜 你慢慢选啊 哇 这个锅精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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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两位想吃什么 嗯 腌三味鱼沙拉 橙汁两杯 好 再加一个饭明治 好 谢谢 你以前来这家店 不是总店这些吗 你还记得 关于你的事 我都记着呢 隔两天有空 我陪你开房子 怎么 你想让我搬出去了 嗯 有私人空间比较好 而且你也知道我妈有多烦 怕你烦到 我没关系啊 要是你觉得不方便 那我就搬了 不要紧也不着急 你先住着吧 其实我想通了嘉生 以前你做的 都没有错 只是因为当事人是我们 现在想想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警察 所以我在想 我们 能不能重新开始 是 先生 吃的来了 先吃吧 你不是还要上班吗 咱们以后再说 谢谢 走了 走 就你一个 对啊 明明是要报告 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是 我也刚到 喂 PTU王命鸳鸯大难不死 你们搞什么啊 庆祝啊 大家知道你们两个今天可以上班了 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先别说这么多 来来来 为了嘉生跟慧玲的正式归队 来来来来 我们干一杯 干杯 干杯干杯 干杯 干杯 喂 这橙汁啊 喂 上班你还想喝酒 现在先喝橙汁 下班我们再去喝酒 不用这么隆重吧 我又没事 喂 你不只是死而复生 还洗掉了霉韵 你的案子也结案了 想害你的人也成之以往了 当然值得庆祝了 我觉得Rex 应该只是一时想歪了 他陷害嘉生是不对 但是我们毕竟一起出生入死过 无论他做了什么 他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希望Rex能够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吧 大家都是同一个对的 谁出了事都会不开心 不过大家要记住 我们是警察 一定要坚守岗位 嘉浩他做错事 自然要承担后果 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 提醒自己 一定要秉公之法 是 先生 是 先生 大家吃东西啊 来 吃东西 吃东西 来来来 吃个鸡翅膀 我叫你帮我问的 你问了没有 为什么 我叫你帮我问嘉丽的事 你不会没问吧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个 我问了你哄了家里很久 他才敢说的 原来Madam喜欢买房子 他这么有钱吗 不是那种房子 是那种小小模型的房子 他当然好可爱 怎么了 对面那个小女孩跟着Madam走了好几条街了 这是同路吧 不是吧 先生 什么事啊 你别怪人啊 别怪人啊 别怪学家 警察只是关心你啊 你住哪里啊 你要学家呢 阿智 阿智 干什么 算了 不好意思 我住他隔壁的 他有点问题 没有恶意的 有家人呢 他有家人呢 他跟家人住 要睡觉啊 快点 让我们睡觉 叫他家人到他去看医生啊 知道阿三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哎呀 好好好 等你去 哎呀 哎呀 等你去 等你去 哦 原来香港人的压力也很大呀 Madam 这东西清楚一点 Madam 杰哥 来了啊 好 喝点什么呀 冰尼水无糖 谢谢 好嘞 您一场谢谢 哎 Madam 刚才你巡逻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 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 一直跟着你啊 嗯 你认识啊 认识 嗯 不认识 不是 刚才看到那个小女孩那么小 一直跟着你 还穿着件红衣服 吓了我们一跳 哎 我知道你们说的那个小女孩啊 大概六七岁 差不多这么高吧 哦 对对对 哎哎 现在就在门外 哎 叫他进来 好 你叫什么呀 我叫小雅 小雅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呀 你是不是饿了 姐姐请你吃东西啊 爸爸叫我不要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爸爸怕你被坏人骗嘛 但是姐姐呢是警察不是坏人 嗯 嗯 我要品可乐 谢谢 好嘞 哎 小雅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姐姐啊 是不是长大了想当警察啊 那是为什么 爸爸晚上上班 他白天在家里睡觉 我家很小 我在家会吵到他 所以我就下楼了 爸爸说 路上有很多坏人 如果在路上看到警察 就跟在你们后面 这样就会安全多了 那小雅 你还这么小 你一个人在路上走很危险的 知道吗 我跟在你们后面就行了 那如果我们下班了怎么办啊 你跟着谁啊 嗯 刚才有跟他家人谈谈了 嗯 独自留意儿童在家里是犯法的 留在街上也是一样的 哎 小雅 你住在哪里 一局街啊 啊 那正好 一会儿我们会从哪儿经过 啊 我顺便送你回家 跟你爸爸说 以后不能再一个人出来了 啊 这样会吵到他的 他会骂人的 哎呀 你放心吧 叔叔是警察嘛 你爸爸一定不会骂我 对啊 不用害怕 那一会儿呢 警察叔叔 就会保护你回家的 喝去水吧 来来来 赶紧吃 慢点喝 谢谢哥哥 不用客气 小妹妹啊 记住哥哥说的话 不要再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知道吗 放心吧 一会儿到他家呀 我会跟他爸爸说清楚的 谢谢 哎 小雅 你家在哪里啊 在前面 哦 前面哪 到了没有啊 这里啊 哦 在这里啊 是啊 好 我们上去吧 这里就是我家了 这里就是你家了 哎 小雅啊 对 总部 总部 PTU上阵 28210一军界 V1连死一军 从那边 那边 那边 请向志位 喂 陆军阳 先生 你冷静一点 先把掐子放下 有什么事 放下 放下掐子再说 别想跟我赢啊 不要 别叫我女儿 先生 你认错人了 她不是你女儿 她不是你女儿 你认错了 别走人了 这是我女儿 这个才是你女儿啊 对吧 多可爱 叫爸爸 爸爸 爸爸 多真真一点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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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哭了 她才是你女儿 对吧 来来来 她戴帽子的 她是男人 我才是你女儿 我没戴帽子 我是女孩 是不是很漂亮啊 快叫爸爸 爸爸 对吧 乖女儿啊 我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长大了 是啊 我长大了 长大了 好高啊 是啊 这是小雅 她是我好朋友 我们经常去公园玩的 很好啊 我们要放海盾 你一起去 一起去 好好好 我们去放海盾 现在就去 一起去 一起去 好不好 真的去放海盾吧 真的真的 是啊 现在就去啊 马上 去海洋公园好不好 快 你们别骗我 你们 没事吧 来 吉哥呢 不知道 刚才是吉哥叫我们支援 还一直没有回复过 Calling 沙奖二八二一零 沙奖二八二一零 沙奖二八九六零 Calling 我们就在这里跟吉哥分开的 但是小雅他们家的地址 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那你们去那边找 我们去这边 请你 抗令沙斩二八二十 沙斩二八二十 如果我们能早点到现场支援 极哥就不会出事 极哥这件事 应该是有人预谋 极哥当他这么久警察 如果是意外袭击的话 不会不反抗 凶手是存心要对付极哥 他身形这么高大 一击致命 凶手应该不是普通人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哦 阿基啊 他没什么仇人 对了 最近在枪会有个会员 违反比赛规则 他们有些冲突 最后还拿枪指着对方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放手 先生 你冷静点 先生 你冷静点 他像一堂牛一样 本肯定是受过什么 凶手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 还给我 这个凶手不简单 可以把一个 威尔赤云队的警察 在短时间内杀死 但是天网灰灰 只要他有犯案 就一定有破绽 你们有没有留意啊 他穿着裙靴 像他这种人 早晚会被人杀死 不认识 快 给他 住手 所以你就怀疑 以他的身手 应该是我类似警队的特训 我听新闻说你的队友受伤了 我就担心你出事 走 走吧 晓晓 我已经入戏了 对 我刚刚见到他了 站着他 我明白 你在等的电话不是我的 对吧 不要紧 我只想让你知道 最后打来的是我 我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 滚来 我只怕坚持不了 就飞机到老 There was a time 供你走得多复仇 无一步 There was a time 让你哭一不自动 太骄傲 让人世纪对爱太多感激 大脱不必的 好 对 我 你 你 到 我 我 你 你 我 今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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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